第二局我们看一个7号位的反贼 速度高一高 主攻曹瑞 哎呦这个主攻还比较精打 我们确定是徐氏 徐氏反的强度是相当的高 是吧 反的都招我们配合 一回合五收益的妥妥的 妥妥的 同时还有一个辅助 好我们看曹瑞 上位盼摸七过 谁都不搞 你火攻可以看看牌 还是不想得罪人 是吧 然后司马懿找我们 这个我们肯定是 毫无疑问的帮他摸摸牌 是吧 结果司马懿还真的是个反贼 他是忠诚可以辅助曹瑞 他是反贼 那就是克制曹瑞 是吧 这跟栗子切合度 还是相当好的 徐楚 哎呦还是个标徐楚 往下架杀 先给他变成标个反 再说 好 数上枪找我们 咱们也给他 无所谓 不知道他的身份了 结果数上枪跳了一个钟 跟主攻结阴了一下 我们也没亏 是吧 他制衡一张 我们摸一张而已 白马呀 这个徐氏 是一个忠诚 但是他现在没有 能够伏计徐徐 徐楚离他比较远 呦 差点汪了 在这里面神关羽 跳了一个钟城 这还有一个神关羽 再次跳了一个钟城 打了一下徐楚 这把好玩了 看看这个神关羽 有什么发挥 我哪个去这么多无限呀 咱们再把蓝曼路星给换了 不知道是放在 至于排在底 把蓝曼路星放到排在底了 然后咱们毫不客气的 就给了神关羽 一个九杀 梦魇就梦魇 谁怕谁 这个世界谁怕谁 东风吹 战鼓雷 这个世界谁怕谁 你看徐翼不肯交出自己的武器 是吧 这个长度对他来说极其重要 他上下两边都是队友夹住了 是吧 所以说他给了神关羽刀 但是武器还是掉了 现在这个佐茨 徐翼头上都有一个梦 因为我们头上有两个梦 是吧 所以佐茨跟徐翼都比较 这个打的都比较奔放 不要紧 反正有我们给他垫背 我们当时雷杀 是没有把这个铁锁解掉 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个闪电 来雷这个铁锁 司马懿是个戒的 他已经有一个黑桃六的这个这个青钢剑 所以如果呃 拼无蟹能拼赢的话 这个闪电是可以雷掉祖宗方六血的啊 好 来了 无蟹祖宗方拿了一个无蟹 喂 司马懿又是一个无蟹 好 还是会转到他的头上 是吧 到时候他又没有无蟹了 还是会挨皮 是吧 故意是这么想的 那桃子又比较多 好 神关羽 有一个他这个红桃的桃 那是只能用来当这个杀用的 好 那看我们的风骚操作又来了 过河拆桥 铁锁连环 然后要怎么搞 算了加一码 换了一个换了一个伞 没什么太多的意义 哎 但我们这个换个伞啊 刚才这个说说错了 我们刚刚是把红桃七的桃子 置于排队顶 看到我这个鼠标亮的地方没有 红桃七的桃子 置于排队顶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 嘿嘿 待会你就知道了 这个火攻没命中 不要紧 叮一个雷沙下去 等神关羽属于冰死状态 是吧 其他人是不知道 我们是把我们把红桃七的桃子 置于排队顶的 所以祖宗方估计有桃也不会救 然后神关羽想武魂带走我们 看见没有判定是啥 红桃七的桃子 哎呀 这个曹瑞打了问号 是吧 这个这个树桃香说这么溜 区域说你咋不上天呢 哎 那是没办法 咱为什么很奔放的 给了神关羽一个九杀 就是因为咱们也是个判官 你不要以为只有司马懿 有的是个判官 我们徐氏照样是个判官 咱们用红桃七的桃子 往排队顶一放 你是神关羽 也只能眼睁睁的 这个白白的死在我们手下 想带飞我们是不可能的 好 这把录像主要的亮点 就是我们的 徐氏巧破神关羽 是吧 这一个漂亮的扶珠 我刚才那个解说差点落过了 他把一个 那个 那个这个问挂 是把自己的桃子 问挂到排队顶了 这样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轻松的把神关羽带飞 神关羽估计很高兴 能够带飞 反贼最牛逼核心的徐氏 但是除了我们没有知道 我们是把红桃 一个桃子放在 放在这个排队顶了 是吧 当然不一定是红桃桃子 方便桃子也行 桃园结义也行 反正只要桃子或者桃园结义 我们都可以让神关羽 他最后的那个五魂一搏 这个化足于无形 好 这把让司马亿当了MVP 实际上我觉得 最大的亮点 就是我们当时 这个把神关羽给玩死了 我们一上来那么奔放 我还以为主子角是一个 这个这个 四死如归型的 结果不是 我们是老坚俱华型的 好 主角ID型大爷 感谢他的投稿 好 好